Hello 大家好 我是凝图玩刘宇 任务代表卷 怎么办呢 太难了吧 这谁啊 还有一个 这谁啊 还有一个 我选了 这个懂得都懂 这是谁 问答环节 Q&A 成员里是看上去不擅长运动 但实际运动能力超强的呢 这个问题我跟你说 看上去他是一个可可爱爱的 一个柔柔弱弱的小男孩 但是我跟你说 他基本上我们参与的这些运动 他基本上都是第一友 好厉害 好强 你们猜到他是谁了吗 我形容的这个 没错 他是小九 他简直运动天赋 太棒了 你知道他游泳很快 在水底下就这样这样这样 好厉害 反正还有他的力量 平衡感都非常强 反应速度也很强 看完今天的比赛 有什么话想对运动员说吗 看比赛的时候我就一直鸡皮疙瘩 不断的这个寒毛出现 肉眼可见 老师在旁边看到我 都看到我这个寒毛 立马出去 我觉得运动员们太棒了 他们真的是为国争光 一个个都是在我心目当中 都是非常敬佩的运动员 然后他们也展示出了 他们的水平 在国际赛场上为中国 为我们的祖国争光 我非常的荣幸可以 就是今天亲眼目睹他们 争夺金牌的这个画面 然后我觉得只要是站在了 这个国际舞台上 不管他们是拿到什么样的成绩 就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希望大家更多的去 通过奥运会 通过奥林匹克这种精神 去向我们身边的朋友 还有我们观众朋友们 传达出体育精神的力量 因为奥运选手 其实拿到金牌之后 对于我们来说 也是一种精神的鼓舞 因为他们平常训练的背后 有很多很多大家 看不到的一些汗水 看不到的一些训练的痕迹 我觉得都是值得被大家关注的 看完奥运会 你觉得有什么运动 是可以和成员们一起去尝试的 跑步 因为每一个人都会跑步 而且更重要的是 看完之后呢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运动起来 全民运动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一届奥运会 大家对于体育赛事的关注 也是热度越来越高了 基本上我们每一场比赛 我们都会去关注 然后跑步的话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锻炼身体起来 因为我们平常生活当中 跑步是一个非常便携的运动项目 如果你觉得身体这里有点疲惫 你去跑跑步 散散热 然后把自己运动起来 我觉得就是很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 当然会用 我们可爱用彼此的表情包了 我的那个表情包是什么来着 我的上面什么字来 反正我自己不太爱用自己 最近不太爱用自己的表情包 我爱用别人的 我的自己的人 一个拿着球拍 然后应该是 对 放马过来 一个预备的字 就会被人battle的时候